三个人共组了战时内阁 这里面包括了纳塔雅胡 还有他们的这个国防部长 那以色列情报部长也扬言 要把哈马斯连根拔起 他们都在誓言要摧毁哈马斯 可是呢 一个说要你死 但是土耳其这边呢 这个教育部次长回应纳塔雅胡说 有一天他们也会向你开枪 你会死 很呛 但土耳其总统二段呢 现在根据报导说 正在什么 想办法要跟哈马斯这边呢 要来谈 他希望能够当个调人 但是呢 却说以防不成比例回应形同大屠杀 所以呢 现在以这个土耳其这边的 这个态度究竟如何 而事实上我们看到 美国也是关键呢 但是呢 我们先不讲拜登 我们光是讲美国的内部 哇 现在目前你可以看到哦 像纽约大学 这个法学院的高材生 因为公开挺巴勒斯坦 呛以色列该负责 然后呢 这个律师事务所 就有律师事务所 说已经取消 友约大学法学院学生 提供工作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价值观不一样 结果就直接就说 那你不用来工作 那纽约大学这边在炒 哈佛大学不也如此吗 本来三十几个学生组织在支持 巴勒斯坦发了声明 华尔街这边就不满了 很多企业表明不录用相关的学生 哇就连瑞士伯恩大学也吵 说有讲师因为在网路正面评论了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就遭到校方的停职处分 那这种舆论呢 其实简直就是什么 像野火一样它会烧开来 不要说是在美国内有不同的意见 在欧洲更是如此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人类的最荒谬的事情 就一直在上演 我们看到欧美的国家长期来 一直在批评其他的国家 说而跟你们的意见不一样的人 就被打压说你们是专制独裁 那事实上现在这些欧美的国家 本身也在上演 他们自己一直长期来批判的专制独裁 而且他的专制独裁已经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也就是说认可 你会看到这些企业组织 这些其实坦白说 很多是跟犹太人比较有关系的 因为犹太人在美国在欧洲 他们在政界在金融界 在司法界法律界 甚至在珠宝界 甚至在演艺圈媒体圈 他们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我们用通俗话来讲 就是视力很大了 盘根错觉 那现在的情况是 你只要跟我的意见不一样 你就不准进我的集团里面来工作 甚至我的生意往来的来工作 你可以用 如果他用美国人最常用的话 这叫做经济胁迫 也就是说 你只要跟我意见不一样 你就被我fire 你就给我滚出我的学校 你这个学校如果不理会 你这个学校的毕业的学生 我就永不入用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会不会产生效果 会 因为会让很多学校进入寒山 他害怕 他害怕他的学生毕业以后 就业上出了问题 那会使很多年轻人不敢讲话 因为他会害怕 说他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 那他这一生怎么办 所以他会形成另外一种恐怖的气氛 而这种恐怖的气氛会蔓延 会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这个就是欧美的国家 当他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在做他指责的事情 这是最荒谬的事 也最可笑的事 像季辛吉 美国前国务卿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放进这么多理念上 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跟宗教背景的人 就是一个大错误 因为这样做会形成利益群体 所以他认为德国柏林 该站在以色列这一边 包括军事援助 你知道德国总理萧姿在讲 在这个时刻对德国来说 唯一的位置就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 所以德国要暂停 对巴勒斯坦领土所有发展援助 禁止哈马斯在德国活动 所以现在美国其实就要用他的力量 想办法就是你要跟我站在同一边 不是吗 那但是问题是除了刚刚我们讲土耳其 显然他有他的主张 沙国跟伊朗在通话了 那通话了以后 这个你知道 这个沙伊恢复关系以来 两国领袖首次通话 首次通话谈的就是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之间这个冲突 结果呢 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站在你美国 或甚至是以色列这一边 任何一种政治口号或正式主张 或高举的政治道德 都要有一定的代价 当这个代价高到你无法负担的时候 你的口号 你的主张 你的道德就会接受检验 埃及就是一个例子 埃及一向是高喊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发现难民他无法承受的时候 他竟然就把关卡给封起来了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口号 都是有代价的 好 再来 德国也是一样的啊 德国说哎呀 这个以色列 叙利亚的难民我收啊收啊 现在德国问题一大堆啊 因为不要把不同文化放在 同一个国度里面 除非是很长期的相处 不同文化不同民族 不知道怎么互动 临时短期的话 你除非国家很有财力 就幸运的德国很有财力啊 但是德国有他的原罪 因为他屠杀过六百万的犹太人 那现在很多犹太人 也因为当时逃亡 就逃到巴勒斯坦地区去 所以在土耳其帝国瓦解的时候 土耳其帝国什么时候瓦解 1918年 那土耳其统治这个巴勒斯坦地区 统治多久 统治四百年 他的国号叫厄图曼帝国了 但是就是土耳其帝国 所以刚才大家讲对啊 你土耳其也不是不好东西啊 你讲什么话 简单讲是这样子啊 可是因为同样是伊斯兰将 他不得不做作秀 表达支持 但是你土耳其敢去制裁以色列吗 不敢 你敢出边去帮哈马斯吗 你也不敢 所以每个人都在装道德样子 讲大话 伊朗跟那个沙特啊 照道理来讲 在这个立场应该会比较一致的 他们会相对比较支持巴勒斯坦 可是他们碰到哈马斯他们很头痛啊 伊朗真的也会偶尔会帮助这个武装这个哈马斯 可是哈马斯并不一定会听伊朗的 这是最主要问题在这里 那伊朗会觉得你闯祸要我承担 所以他现在只能高级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我跟哈马斯无关 开始培京关系了 这整个的发展完全出乎哈马斯政治领导的判断 他们原先判断说我来破坏以色列跟 这个沙特建交的一个进程表 发动这样的战争 那同时呢 我可以怎么样 会激起阿拉伯兄弟们的什么 或者伊斯兰兄弟们的支持 不要讲别人巴勒斯坦在越旦和西安地区的 惊娇娇的 讲两次空话 没有任何行动 要么你说他没有能力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啊 可是有能力的不少啊 你看那个产油国家有人有吭声吗 没有有吭声 那这个政治问题复杂在哪里 不要讲好了 我的母校哈马斯大学学生 讲空话嘛 支持巴勒斯坦 华尔街的犹太人讲说 你敢支持你又就没投入 哎销声匿迹耶 哈勃大学怎么教你的 要崇尚真理 如果你觉得支持巴勒斯坦是真理的话 你怎么可以退缩呢 那你这样就退缩了 还是哈勃大学学生吗 是啦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嘛 那还纽约大学的法学 也是顶挂挂的法学 是马英九的母校啊 还怎么 被恐恶一下就通通跑路了 所以哦 在战争中的面前 只有强者弱者赢者输者 没有真理 以前在大炮范围之内才有真理 现在在导弹范围之内才有真理 所以哈马斯的政治领导呢 政治计算错了一点 等于是自己把一把刀交给以色列 以色列的军力是什么 全世界排名18 有一个国家排名20叫乌克兰 有一个国家 不叫国家地区排名21叫台湾 所以你怎么去面对这么强大的军力 那这也给台湾个教训 横挑强龄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就干这个事啊 为什么 台湾的排名22啊 21有时候22还不如什么 以色列 然后今天要挑一个全世界排名多少 名义上是第三事实上是第二的 所以而且他都能有第一的 做后盾那想太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有人支持巴勒斯坦 有人支持这个以色列 情感上可以 但是很多人行动上受限 但是我们做政治分析的人 就要汲取教训 要告诉民进党政府 如果你要扮演哈马斯的角色 或者要扮谁的一个棋子的话 那你要横挑枪 你的后果是如何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谢谢mar szp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